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是这行的规则就是这样 你如果想不通的话 就没法干了 吴哥 你真的觉得是我做错了是吗 嗨 我是我 好 来 这是 text 你能唱我发现什么了 林子路的全是明星 早上好 各位村民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我是里面的村长 王富贵 今天咱们就来科普一下 如何发布这个水田群艺 他不仅是会偷吃 还会隐藏即生 等我们反应过来 这一集咯 咱有白蛋 但是我们也不要害怕 主要做得好 这个农业生产度千条 科学用药第一招 生产真相不用从 科学用药保存收 那个咱们村子也已经安排了 这个地方 来往台 开班喽 到了时候咱们要做到 喷洒 银中道 不愁不愣 最好 要想心情好 卫生先搞好 对对对对 今天啊 有一个大好的事情 我要通报一下 房家人物成熟了 这两天要抢收酬劳 当日献解 大家都愿意帮忙 不想这 你下次锁门怎么不锁门呢 我锁了呗 你们俩走快 包鲁黄 我饿了 我饿了 你怎么不吃啊 一会儿凉掉了 扫把箱子我旁边 不 我吃不下 某些人啊 放着大明星补当 非要聊我们这个小小的浮瓜症 脑子是不是被驴踢过 你怎么知道 不是我讲的 你知道不告诉我 你是不是知道自己太不合了 所以我能发现 你很惊讶了 你很关注我呀 怎么 你需要我的签名吗 需要你签名我是狗好吗 你很关注我呀 不过我还看过你演的戏呢 你跟那个阿月是一个公司的吧 人家都演主角了 你怎么才演个保镖啊 关你什么事 你怎么能这么问人家 当不了主角当然是因为人不行啊 人不行嘛 就跟你性格差得罪人 反正就是没有那个命了 你当面问人家这不是为难他吗 我上学去了 小秋你等等啊 让阿翘送你啊 这生气了都怪你 小秋某种程度上说你比我厉害 小秋我上路前去啦 小秋我上路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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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学校里的人 你有求于人 是不是该我点表示啊 那种干吗 学校太远了 走路很累 但如果有辆自行车的话 心情可能会好一点 说不定会答应某些要求 你还要不要脸啊你 我书包还在小米娜 你别碰我 你给我站住 换我书包 站住 我 喂 上来吧 我做可以带人 换你有点良心 大家好啊 我刚刚听说一个好消息 我们村啊 竟然来了一个大明星 他就是啊 福瓜镇 中学高二年级的林子路同学 希望大家都能乐情地 让林子路感受到我们村子路 我没跟村长说 就是在群里发了一下 但是 群里有村长儿子 喂 喂 你至于这么冷漠吗 看什么呢 怎么不进去啊 排队呢 排什么队啊 动物园的队 说人话 说人话 刚大喇叭说林子路是大明星 然后全校团队都过来操热门 有什么好看的 这个林子路 我先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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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借住在苏孝家里 各位需要拍照 签名以及采访等 都统一汇报给苏孝同学 晚上记得帮我带回 咱们家 哇 老师男的家 我没有干净的 老师不就回家 我们在一起了吗 一起吧 别强 老师 知道了吗 子鲁 你还没有想明白 困惑中 我以为会村里一个人待着就可以想明白 看来还要再想想 不超级的 慢慢来 阿玉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做错了 你听说了吗 林子鹿住在苏翘家里 别说了 别说了 苏翘害羞了 别生气 别生气 人生很短的一下就过去了 小姐 我前面听他们说 你们从小就认识 一起玩手 天真烂漫 最新版本是说 你跟林子鹿从小就订了娃娃琴 但是从来都没见过面 我知道这都是谣言 但现在说什么的都有 连隔壁镇的学校都在传了 这也太离谱了 果然没错 这林子鹿就是个邵不星 邵不星 把我风水磁场都破坏了 破坏了 不行 你不能做以代表 我要反剑 反剑 让他见识一下不关战的力量 力量 给你 为人说的 看你不得了 对 我给你 这些油炒 好 太油了 我要为你们的烤鸡 封鸡鸡鸡 你也要爽 你醒啦 你干什么 我是来跟你道歉的 今天的事情是我不对 我不应该不经过你同意 就把你的事情告诉别人 当然 我出发点是没有恶意的 只不过出现了一些 不在我控制范围内的 朽朽意外 冰冠分你一半 你原谅我吧 你有什么阴谋 给你吃个冰冠 你用什么阴谋 别把我总想那么坏嘛 你把另外一半也给我 我 我就原谅你 都这样了 你还要吗 要 我请垃圾桶去 林子卢同学 冰棍呢 我也给你啦 我们走吧 去哪儿 回家啊 今天提前下课 他们都放学了 你在等我一起 对啊 不然哪 快点走吧 这条好象不是早上走的路吧 这条路近啊 你一直往前骑就是了 快点快点 停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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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准备好了吗 我要带你体验一下 浮瓜镇的香菇 风气 你是故意骗我过来的啊 你是故意骗我过来的啊 来都来的 我是不会让你走的 喂 大家快来看呐 大明星林子路 也来帮忙抢兽啦 快来看呐 小伙子 看呐 看来我们林子路同学 当个大明星 不愿意跟我们下去干活 嫌弃我们呐 别乱说 一看就是好孩子 肯定得以干活 就是 人林子路又没说不干活 你怎么这么嫌弃人家呀 说不定什么时候 学大明星回忆录的时候 还会提到这段 美妙的回忆嘞 对呀 美妙的回忆呢